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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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替她操心生活中的大小琐事其实不表达 爱也会从眼睛里溢出来 即使已经结婚七年 小小的惊喜浪漫也能一秒回到初时时的甜蜜和羞涩 娜娜在杰哥面前一直是充满欣赏 崇拜和依赖的小女生 在做高空挑战的时候 害怕了会不自觉唱杰哥的歌 给自己打戏在大本营里 只要节目组放到杰哥的歌 娜娜一定第一个冲过去 杰哥有了新的作品 娜娜在微博上 比杰哥本人还投入的张罗大家来听读 杰哥的信会不自觉的羞涩 感动杰哥给自己写的信 要好好宝贝留着 连跟小姐妹出去玩的路上 都不忘远程想念杰哥 跟她对话 杰哥和娜娜的开始 是娜娜说出口的 也是娜娜追的杰哥 她先表达爱 收获了无与伦比的宠爱 娜娜的拖延和小迷糊 让杰哥说她已经习惯等待 习惯我的时间 与娜娜分享 在看着娜娜勇敢的做高空挑战时 杰哥能读懂娜娜的每一分 勇敢背后的意义 他们的手机用了同一个密码 他们之间无条件信任 他们来到美好的地方 会想到 如果对方再救好了杰哥 在娜娜的影响下更加开朗 娜娜在杰哥的影响下更加温和爱 能容享彼此的所有 因为对方变成更好的人